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,所有的目光在这一瞬,似乎都凝聚到了孟昊那里,准确地说是凝聚到了孟昊的右手臂甲伤。 掌教老者倒吸口气,他清晰地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,沙九东双眼猛地收索,疯狂之意消散,取而代之的是精芒。 唯独白雾沉仙,他承受不住这一幕的逆转,前一刻他还占据了上风,镜片还属于他,可这一瞬一切都改变了。 因为,我本就是他的主人。 孟昊低头看了一眼右手的陛下,目中露出柔和的同时,还有追忆。 喃喃开口,声音回荡在这四周时,也落入到了白雾沉的耳中。 白雾沉身体猛地一颤。 不可能! 他声音尖锐,打破了此地的平静。 他无法接受,也不能接受。 就在他声音传出的瞬间,他身体一晃而出,羞为散开。 九元之力爆发,化作了一片雾气。 这雾气笼罩了世界,遮盖了天地,翻滚间直奔孟昊。 他不甘心,哪怕到了此刻,哪怕自己的镜片被孟昊取走,他依旧还是要拼一次。 掌教,沙道友,还请祝我最后一次。 他声音凄厉,甚至隐隐带着哀求。 掌教沉默,暗探时身体一步走出,化作一道长虹出现在了白雾沉化作的本源雾气内。 还有沙九冬,他狠狠一咬牙,身体立刻旋转,形成了一片风暴。 轰鸣之声滔天。 在这世界的雾气融合在一起后,惊天动地,呼啸间随着白雾沉以及掌教,三人形成了惊天之意,直奔孟昊而去。 轰鸣间三人的本源神通遮天盖日,形成了惊人之力。 在这一刻,横扫天地,呼啸间临近孟昊,漠然压响。 孟昊抬头,目中精芒一闪,战意昂然而起,身体猛敌晃,刹那消失,出现时赫然在了三人的身前。 右手抬起,看似缓慢的一拳落下,这一拳掀起了一片云纹波动。 明明是很慢的一拳,可在白雾沉三人的眼中,仿佛无法闪躲,无法避开。 仿佛在孟昊之一拳轰出时,就已经落在了白雾沉画作的本源雾气上。 一拳落下,雾气轰鸣,如有狂风横扫,直接倒卷。 一连串的轰轰之声滔天回荡时,白雾沉画作的本源雾气全部倒卷,齐齐蒸发之后,他的身影显露出现。 一口鲜血喷出时,孟昊身体再次走出一步,依旧还是一拳。 这一拳直接轰在了掌教老者的面前,并未落在其身上,而是在其身前爆发。 巨响滔天,一股狂暴之力轰然扩散。 掌教老者面色差那变化,他本可以施展神通去抵抗,但此刻沉默中叹了口气,知晓已没有太多的作用,索性借助这里狂暴的推动,身体漠然后退,让开了道路。 孟昊脉不间余光看向沙九冬,化作沙豹的沙九冬此刻的选择与掌教一样,沉默中立刻后退,心底叹息知晓无力回天。 二人退后的同时,孟昊一步落下,出现时在了这白雾沉仙的身前,再次一拳。 巨响滔天,孟昊之一拳直接轰在了白雾沉的胸口。 一拳之下,那黑色的臂甲云纹扩散,白雾沉喷出鲜血,身体内传出阵阵咔咔之声。 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,漠然倒退,没有忍住再次喷出鲜血,一连退后千丈,这才勉强地停下。 抬头时,他面色苍白,第三口鲜血喷出。 就连他的气息也都在这一瞬混乱,仿佛与其体内爆发出了一股逆转之意,要霍乱其身。 他不断地压制,可越是压制,嘴角溢出的鲜血就越多。 掌教老者双眼收索,沉默不语,沙九东身体下意识地再退后几步,触目惊心。 至于那金袍少年,此刻倒吸口气,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的选择很正确。 我之前说了,这场闹剧,该结束了。 梦浩淡淡开口时,大袖一甩,立刻四周的鬼魂海咆哮。 无数的鬼魂冲天而起,环绕在梦浩的四周,不断地转动下,形成了一个外人看不到的漩涡。 这漩涡不断地扩大,百里,千里,万里,十万里,百万里,无边无际。 看不到尽头的八方天地内,此刻都是这漩涡覆盖的范围。 而梦浩在这漩涡的中心,这一刻,他就是这片世界的神灵。 而来自他身上的威压,也在这一瞬爆发开来。 取代了天威,笼罩世界时,四周的鬼魂海,一样散发出了威压。 与梦浩这里融合在一起后,这威压强烈。 刚一出现,就让大地颤抖,似乎整个世界,整个天地,都要在这威压下,向着梦浩跪拜下来。 金袍少年,面色变化,身体立刻退后,修为运转的同时,掌教老者沉默。 暗叹一声,向着梦浩一抱拳,右手虚空一抓,竟拿出了一个储物袋,放在了一旁,身体立刻后退,直至退到了一定的程度,才修为运转,抵抗威压。 杀九冬苦涩,一样叹了口气,居然也取出了一个储物袋放下后,漠然后退。 这是他们的态度,之前本就没有全力出手,此刻又送出和解的物品。 以他们的判断,梦浩这里不会穷追猛打。 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,梦浩行事有他的原则,目光从掌教与杀九冬二人的身上扫过,微微点头后大袖一甩。 那两个储物袋立刻飞出,被梦浩收走后,他的目光落在了白雾尘的身上。 白雾尘嘴角还带着鲜血,他面色煞白,身体颤抖时神色苦涩。 没有抬头去看梦浩,而是望着远方,情绪低落。 他败了,败得彻彻底底,一切的计划,一切的准备,在来自梦浩那里的绝对的力量下,都脆弱得不堪一击。 他尽管不愿承认,可心底已然明白,梦浩没有说谎,竟骗他梦浩本就是其主人。 否则的话,不可能让镜片出现这种,他研究多年也无法施展出的变化。 他更是明白,自己败的不仅仅是失去了镜片,而是回家的路。 回不去了,唯有超脱。 可超脱之难,这民宫久坐祭坛也并非能做到,即便是有苍茫老祖的倒台,也一样渺茫。 白雾尘苦涩,他之所以能让长教答应他出手,正是给出了有关苍茫老祖倒台的线索。 因为他明白,他所修行的功法超脱之难要比其他人困难太多,而最重要的是,他等不了那么久。 他是最早从苍茫到降临苍茫星的几人之一,他在这苍茫星空内已很久很久。 他想要回去,想要回家,想要离开这里。 那片镜片的锋利,以及其上的超脱之意,在他研究之后发现,可以割裂苍茫。 只要数量再多一些,有一定的可能让他即便没有超脱的修为,也一样可以离开苍茫星空,回到苍茫外。 我只是想回家,想离开这里,想回到苍茫外的家乡。 白雾尘苦涩,喃喃低语时,长较老者沉默。 沙九冬暗叹,就连金袍少年也都神色复杂。 苍茫外,孟浩望着白雾尘仙,忽然开口。 苍茫外是什么?一片与苍茫星空一样的世界吗? 孟浩问出这句话时,他想到了在第一重明宫地下,看到的那些壁画里描述的苍茫外。 那是一片荒凉,死寂,根本就没有生命,存在的只有五根巨大的柱子,根本就没有苍茫道。 那个时候孟浩就在思索,所谓的苍茫派的根源,苍茫道是否是一个骗局? 而苍茫外的世界,那所有超脱之人才可以走出的区域,是否也是一个骗局呢? 苍茫外是我的家乡,那里的繁华岂是这苍茫内可以比较? 在外面,没有雾气,只有一片璀璨的星空,那里有一颗又一颗生命的星辰。 仙灵气息之浓,远非这里可比,甚至与外面比较,这里根本就是贫瘠到了极致。 白雾尘难难低语,他的言辞简单,可在这描述里,在他的目中的光芒中,似乎在孟浩的心神内映射出了一幅苍茫外如世外桃然般的画面。 孟浩双眼一闪,这与他所看到的苍茫外完全不同,偏偏他发现长教也好,杀九冬也罢,还有那金袍少年,居然在这一刻神色内的追忆里,似乎那白雾尘所说符合他们的记忆。 孟浩忽然觉得有些头皮发麻,他的体内有当初第九至尊的神魂,而他曾经去搜魂,可却找不到有关苍茫外的记忆,似乎被封印住,他看不到。 沧茫外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?是如他们所说,还是如我曾经所看呢? 孟浩沉默,眼中青芒一闪时,又看了眼白雾尘仙。 这女子如今在他看去,尽管之前对自己有杀机,可也是一个可怜之人。 他想回家,一如孟浩想要回家。 孟浩轻叹,收回目光后身体一晃,化作一道长虹直奔远方。 四周的鬼魂海呼啸跟随,卷着孟浩一起,远远离去。 此番来到明宫,孟浩的目标就是铜镜的镜片,此刻已获得了两枚,他没有再留下此地的必要。 他要离开明宫,回到苍茫星后,按照镜片的指引,去寻找其他的六枚。 都找到后,我就可以召唤铜镜,从那未知之地归来。 梦浩目楼齐盲,速度越来越快。 从第三重大陆回到第二重大陆,又踏在了第一重大陆上,而后飞越血肉桥,直至来到了明宫外围的边缘。 在踏入出口传送的瞬间,他回头看了一眼这片明宫。 隐隐地,看到了在遥远的第九重大陆上,那庞大的座椅中,坐在那里的模糊身影,似乎目光有了对望。 梦浩沉默,收回目光,迈入传送阵,消失无影。 梦浩离去了,可掌教老者等人,在沉默过后,重振心神,白雾尘尽管失落,可此刻回家的希望,还是落在了超脱上。 他告诉了掌教以及沙九东他们想知道的线索,又与掌教等人一起去感悟第二、第三重大陆的超脱祭坛。 同时在时间结束时,与第三重大陆借助那至宝归甲,抵抗末日浩劫之力。 彼此的道不同,选择也就不一样了。 对梦浩而言,这民工的超脱祭坛现在与他无用,唯有第九晋凝聚后,他下一次到来时,将会冲向第九祭坛,揭开这里迷雾,借助祭坛之力使得自身久尽,完美归一。 可对于掌教等人,他们的修为已到了极致,此刻唯一的方向就是超脱。 尽管艰难,可只要有一丝可能,他们就绝不会放弃。 苍茫星上,内星空,半星尘上,梦浩身影从传颂阵内走出。 一头长发飘摇间,梦浩目中有沉思之意。 他眉心的第三目已然闭合,化作了一道紫痕。 身体一晃,出现时已回到了第九至尊城的闭关之处。 梦浩右手抬起时,他的手中漂浮着两枚镜片。 凝望镜片,梦浩神识融入,感受着在这片苍茫星空内其他七处区域。 这七处里除了铜镜所在的未知之地外,其他六处在梦浩感受中并非不可寻找。 他也尝试去召唤铜镜,虽然比一枚镜片的力度大了很多,可这召唤之力依旧还是不够的,需要更多的镜片才可以。 分身这里,已步入正轨,踏入道境的一刻,就是九个印记中第一个印记完整之时。 梦浩沉吟,对于分身那里的第九进,自从苍茫台后,梦浩已有了另外的打算。 只不过此刻还不是很确定,需要等第一个印记凝聚后才可以抉择。 既然如此,我这里也没必要留在苍茫派了。 梦浩双眼一闪,露出精芒,他要离开苍茫派,走入星空内,按照铜镜镜片的指引,去寻找其他六枚镜片。 此路遥遥,梦浩可以感受到,另外那六枚镜片分散在这苍茫星空的六处区域,或许此图并非顺理,需要很久。 梦浩沉吟片刻,眼中露出深邃之意。 他深吸口气,传出神念。 立刻他麾下的八元至尊以及七元至尊,都立刻感受到了来自梦浩的神识波动。 梦浩不知道自己这一次要离开多久,所以交代了很多的事情,包括对外的扩张,包括对分身那里的注意,等等事情都交代完成后,他没有继续停留,选择了离开。 化作了长虹,飞出了大地,飞出了苍茫星。 直至踏入星空后,梦浩望着四周的苍茫,他双眼一闪。 按照指引,向着最近的镜片所在之处,急驰而去。